亲友们好,现在我们来学习练习曲3的第三段和第四段 那么练习曲3的第三段和第四段实际上是第一段和第二段在中准区的重复 那么在中准区的重复实际上是训练我们对于在中准这个阴区 也就是七辉到五辉之间这个阴区 那么各个弦之间的同音的关系 那么这个同音也包括八度音的关系 好,我先把第三段弹一下,大家看一下 好,我们知道在第一段的时候,上行的时候,隔旋的八度音是在九辉 那么在中准区,它就是在五辉 实际上九辉和五辉,它在按音的时候,这两个音是一个同音关系 都是 如果我们按着正调中缕的这种定弦 如果一弦是so,也就是一弦是止音的话 那么在三弦的九辉和五辉,它也是so,也是止音 这个大家进行到这个五弦就要稍微注意了 因为到了五弦,我们知道五弦上的位置不是在九辉,而是在八辉半 那么相应的,到了这个中准区 它这个工商绝职里面这个五个正音 它的位置就不是在,到了五弦就不是在五辉,而是在四辉八分 这是四辉八分,前面都是五辉 同样,另外一个非常规的这个位置 是出现在三弦 那么三弦上面,它的位置 其他的弦,这种五音正音的位置都是在十辉 而到了三弦,它是在十辉八分 所以我们在下准音的时候,这个位置是在十辉八分 十辉八分,而不是在十辉 那么相应的,到了中准区 这个位置,其他的位置都是在五辉六分 而只有到了三弦,它是到了六辉 所以六辉它对应的下准音的位置是十辉八分 六辉这个音的位置是跟十辉八分是同音 在三弦上,在三弦上,这个音是脚音,也就是mi 大家注意看,听一下 这两个音是同样的 跟这个,跟五弦,五弦这个是脚音,脚弦 它是同音的关系 好,大家要注意,三弦五和五弦上 这种非常规的音 我把这些非常规音的音位叫做侧位 其他的音叫正位 比如说大部分的弦上,它这个五声音阶里面的五音的那个位置 比如说九辉和十辉,这个叫正位 那么,但是在个别弦上 它出现的位置是在八辉半或者是十辉八分 这种不是少数,少数派 少数的这种音位,我管它叫做侧位 那么这种侧位音都是出现在弓角两弦 好吧,我们看一下 那么这,我们前面说过了 这个是Sola,Doremi,Sola 用中国的五声音阶的这种理论 中国传统的音乐理论 这个是叫直语工商诀 这个直语,好吧 那么这种侧位的出现都是在弓弦和脚弦 三弦是弓弦 那么五弦是脚弦 也有人读绝,工商绝之语 我的习惯是当说工商绝之语的时候 我就说绝之语 但是当只带弦的时候呢 我习惯称它为脚弦 而不是绝弦 这是我的个人的习惯 好,那么也就是说 在弓弦上的脚音 是出现在十灰八分和六灰 而不是十灰和五灰六分 那么脚弦上的弓音 它是出现在八灰半 而不是九灰 出现在四灰八分 而不是五灰 那么五灰六分的位置 就相当于十灰的位置 五灰六分按音的位置 相当于十灰的位置 它们俩的音是相同的 好,那么第二段也是同样的 第二段,第四段 对不起,第四段 实际上跟第二段是同样的 是第二段在这种高把位的重复 我给大家弹一下 对不起,第四段 好,那么我们最后又加了 这种批和托的按音 所以跟前面也稍微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不同 这个第四段的最后三个小节 我们是加上了批托 但是同时左手在按选 所以是这样的 但是对于这个手指的位置 对于尖的这种起落 它的要求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曲子大家弹好了以后 实际上高把位 还可以再加新的内容 也就是说加跪指 因为实际上到了高把位 很多无名指的按旋 我们都会换成跪指的按旋 那么我可以把 这个用跪指按旋 跪指我们在后面还会再详细的讲 但是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试着用跪指代替无名指 在高把位的时候 我们到了这个中指 这就不用跪了 不用无名指 就不用跪了 那么第四段也是一样的 可以用上行的时候用跪指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练习一下跪指 后面是一样的 谢谢大家